《創新電視》 我聽到一些 我真的想不到 《創新電視》 最初的初形是這樣的 令我很感動 就是喬媽告訴我們 所以每次我們會員 有這個聚會 我都可以當我來 每次都是得了祝福 因為她年紀大 又不方便 她仍然堅持去 不要在家裡舒服 但仍然會走出來 走到不方便 她仍然為主做見證 就是走出來為主做見證 令更多人的認識上去 很多人問我 由最初我們做幻燈片的年代 我們做幻燈片都被人認真 因為我們不是一部幻燈機 我們是用電腦去控制幻燈機 所以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怎樣能夠有辦法 可以通過一些藝人 他們的見證 帶到人相信耶穌 所以在早期我們是幻燈片的年代 通過喬雲宿這個事件 我們便踏入了錄影帶的年代 其實不走這一步 是不會有下一步 但兄姐妹 今天我很想和您分享 怎樣為上帝認真走多一步 一方面我很感動 是因為今天我能夠和喬媽一起 其實都再重溫上帝的手 怎樣帶領我們 將一些不可能的東西 變成有可能 再人可能真的不能 但在神是凡事都能 如果當一個驚徒的影帝在這裡 其實影帝不是很多個 能夠有驚徒的影帝 為什麼不拍呼音電影 為什麼不拍呼音電影 但是我們沒有經驗 其實沒有經驗 千萬不要做電視 沒有經驗 千萬不要做錄影的節目 沒有經驗 千萬不要做電影 但是當我看到 其實如果有一個影帝在這裡 如果有一班驚徒藝人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應該寫一個劇本 可以讓他試試第一套呼音電影 所以當時《天使之城》就是這樣做出來 所以蕎雲叔、姜忠平、劉美娟 當時還有陳家輝 還有幾位演員廖啟智 都一起做了第一套《天使之城》 《天使之城》、蕎雲叔拍的那一場 我很記得《天使奇俠》 所以你看到戴帽、戴黑眼鏡 有一件大的皮褲 我們就說天使不一定是穿白色衣 都有可能是穿黑色衣 黑色衣很帥 但是我記得大概一個月之後 拍完了 殺清完了之後 其實我就收到蕎雲媽問候我們的電話 然後其實蕎雲叔也有問候我們 就是問你們拍得如何 這一段其實蕎雲媽一定比我更加清楚 在拍攝當中 很多不可能的事發生 因為我們的神根本就在不可能當中 地點是一個神害院要改 如果不是哪有地方給你玩呢? 我們有錢租嗎? 是 但是很多很多 而且很多演員都願意等等之類 還在當中有一場 將來你們拍,記住一場 就是蕎雲叔的兒子 就把很多他砌的玩具 就放在天台上 那個你擺完之後要拍的時候 會下雨 下雨你重新要再搞 再搞就很麻煩 於是我們當時我記得 我們大家沒有商量過 陷糧低頭祈禱 因為這是神給我們一個權勁 很奇妙的 旗完好之後 天程 雨停 不是說出大太陽 但是就拍了 但是奇妙 我們當時 就是個人自己旗而已 我們都不知道其他人都有旗 都拍完之後 送我們回去 駕車那個司機大哥說 你們基督徒厲害 我們說怎樣? 他說你們見下雨 你們就祈禱 這樣就真的停了 是啊 榮耀主 好像這些片段 在整個拍攝當中 是很多的 但是 中間 我們拍完之後 我們就回到西雅圖 他有另一個事情要做 還有如果你看的話 真的跟喬雲的生平非常相似 不能解釋 當時並不知道他拍完 會被神接他 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看完《生命因利傳奇》之後 我會再安排看《天使之城》 是啊 是啊 謝謝 4月14日 我們4月14日 是香港的4月15日 文輝打電話來 他說找喬皇叔 我就給他了 於是文輝跟喬皇叔說 第二天 當時 喬皇叔都說 文輝 努力 電影和電視節目都要有商業的質素 都要做得好 我想 然後我再接到喬皇叔的消息 就是喬皇叔被主接 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快就把喬皇叔的見證 讓傳媒都知道 無論如何 當我再回到西亞圖的時候 應該是我去西亞圖 應該是 我出席了喬皇叔的追思 看著喬皇叔的身體 看著他的身體 就是喬皇叔的身體 我一個祈禱 我說喬皇叔 喬皇叔的身體 永遠永遠 在我內存留下來 能不能夠 靠自己 還是靠上帝 我知道能夠在世界上 能夠有喬皇叔這樣的見證 是喬皇叔的一份恩典 喬皇叔願意 但是喬皇叔使用 所以 當他跑路已經跑了 剩下來的 我覺得 我們要繼續使命 繼續用媒體 繼續用電視 繼續用電影 來把福音傳出去 所以我自己也很感動 真的 因為再看回那些片段 我想 很多年我們也有一個 就如喬媽所說 我們不是做得對 我知道我們有很多事情 做得不夠好 我知道有些地方 我們做得疏忽 我們做得大意 我們可以做得更聰明 但是這麼多年 我們在如何把福音傳給人 這件事上 我們很渴求 很渴求能夠認真一些 能夠做多一些 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做到 我們可以傳到福音傳得更好 我們願意 所以從幻燈片到錄影帶 錄影帶到福音電影 福音電影到電視台 電視台再到主題公園 甚至乎我們會覺得 這樣做電視不是辦法 我們不能夠跟觀眾接觸到 我們不能夠跟觀眾接觸到 我們不能夠經常 第一身到現場 可以把福音傳給人 而且當這個時代慢慢變 慢慢我們做電視台 你也知道我們有創世電視 你知道我們都做很多福音電影 近幾年我們沒有福音電影出 原因是我們開始重複 人們一直在說 只是做絕正電影 絕正電影 電影一想就是絕正電影 有沒有另一種電影可以嘗試 電影是否就此帶人舉手決志 這是我們經常在問的問題 然後帶人舉手決志之後 基督徒的一生應該是怎樣 基督徒是否應該做耶穌認為最重要的事 第二就是第一個任務就是傳福音 但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是否這樣 今天我們的電視台 能不能夠帶領我們的觀眾 牧養我們的觀眾 每一個看電視的人都能夠學懂 傳福音是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我們整個電視台的模式是要改變 以前我們是一個製作公司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去拍攝 拍完就播 播完就人們舉手決志 但我們覺得慢慢我們不夠 我們需要分眾去牧養 甚麼是分眾去牧養呢 就是年紀大的 或者是我們的長輩級 其實我們有些節目可以給長輩級 你一定要他們固定可以有聚會 我們可以跟他們分享 兒童的 以前我們沒有甚麼兒童節目 但我們很希望有一個地方 可以固定有很多兒童的節目能夠產生 我們拍了的節目 我們能夠做聚會 如果商業的電視台大部分出了街之後 賣了廣告就算了 是不是 但今天我想我們要求我們有錄影廠 我們要求我們做了的節目 可不可以是聚會 聚會完之後 然後我們又可以將那個節目等到電視台上 今天我們很需要用心走多幾步 所以我們也建立一種甚麼呢 就是福音小組 即是說如果有機會你來到這些聚會 賈寶哥很近距離 喬媽很近距離 我們的藝人很近距離 或者我也和大家很近距離 很近距離去討論去看一些節目 去討論一些話題 一起去敬拜讚美 然後不止我們自己 如果你關心你身邊的人靈魂的需要 你家人呢 你會不會帶你家人很願意很容易 來到這個地方去看片 去跟藝人接觸 去聽港元分享 是在現場的 而在看電視的觀眾 他不是只看電視的 他看了電視之後 他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你待會看到 在外面我們會有一個地方 是有餐飲的 我們很希望電視加上餐飲 一起可以讓人來到這個地方 容易地接受福音 如果今天我們都認為傳福音是很重要 我們其實現在這個地方比以前更大了 我們很希望有各種不同形形式式的節目 對著不同的對象 都可以讓他們很容易可以來到 由我們街坊 由你家裡的親朋戚友 由你不同年齡的朋友或者對象 對他們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從 剛才所說的 幻燈片 去到錄影帶 去到電影 去到主題公園 去到電視台 然後現在來到就是 聚會 和節目 和餐飲 和福音小組 連起來一起去做 如果你不懂得傳福音 不要緊 會有一個小組 和你一起去傳 讓他們連續參與小組 在這裡有飲有食 好像剛才那樣 玩一些好玩的遊戲 然後讓他們很舒服的 不會只有一個聚會裡面 就迫他們去信耶穌 讓他們可能來了吃八頓飯 即是連續八個禮拜 吃八頓飯 有八個不同的見證 看八條不同的影片 就能夠很願意地信到耶穌 這個其實在台灣 在社會各地都做得很好的 就是一種多元媒體的方法 可以帶人去信耶穌 所以未來日子這個地方 其實整個的文化會和以前不同 以前是做一個製作 做完製作播完出去 不是很可以再用 現在就不是的 現在我們很希望 有聚會 有各種不同形式的遊戲 詩歌 敬拜 一起去建立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的天橋心會員 我們會提供不同的節目 給大家看到 你都按照你的需要來參與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 以前我們是帶人信耶穌 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做什麼 現在我們帶人不僅信耶穌 我們要帶人恩信耶穌 而做基督的門徒 做門徒是做什麼呢 以前我們是得人如得如的 以前是得人如得如 大家明白嗎 但如果我說得人如得如夫 你明白嗎 什麼叫得人如得如 和得人如得如夫 分別在哪裡 如果只要那些人信耶穌就行了 很多信耶穌的人就會回教會 但是如果他只信耶穌回教會 是不夠 以及對教會沒有用 沒有很大的幫助 一定要那些人信耶穌回教會 他要成為耶穌的門徒 就是他要傳福音 他要去追求 他要去認識神 而且神要住在他的生命當中 而他要有信心過去的生活之餘 全福音要成為他人生最大的目標 所以我們以後的報道會 以後的福音電影 我們不會就這樣叫人信耶穌 我們以後的福音電影的內容 一定會是說你會不會接受耶穌 而且會將基督的福音 成為你人生最大的目標 從此以後跟耶穌就要傳福音 所以不是叫他信耶穌這麼簡單 而是叫他信耶穌 而且將耶穌看為最重要的事 他都要去做 如果不會做 影音士團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會教曉他去做 我們有這個地方 目標就要靠教曉他們去傳福音 所以會通過一個福音小組 或者我們以後會叫做幸福小組 一個幸福小組的模式 用八個星期帶微信的朋友來 他去吃飯 他去看影片 他去查經 他去祈禱 然後八次之後 基督徒會學懂 如何用這些小組傳福音 微信的朋友 在這個小組裡面 因為八堂 他就會信耶穌就會受診 所以往後的日子 我們很希望會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嚴格上來說 是一個媒體宣教的基地 而將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到這裡 他能夠學懂之後 就在自己教會裡面 去發展 去做這個媒體 祝大家三三四 Happy New Year Yeah 來吧